简简单单给一下玻璃的车窗 这个墙底看不到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看得到一点点 看得到一点点 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调整了一下 看得到一点点还是给它 好我们大概把整个场景的材质 还有个地面 地面我们再做一下 将地面细分一下 给了个Smooth 真的看一下 平滑一点 可以将它 就是这样 也可以 稍稍平滑一点点 真的不要太奇怪 这样就可以了 在完成以上的步骤 以后 现在我们重点讲一讲 雪景的制作方法 雪的制作方法 首先制作雪景 我教大家比较常用的两到三种的方法 第一种是用模型的方法 来制作雪景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雪从屋顶上落下来 它只可能是落在屋顶上的平面上面 利面上面是很少会有积雪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雪景的一个落雪过程 首先我可以把相应的模型 也就是我的瓦 我的顶上和我的瓦 在这个场景中 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瓦片的效果 除非你要做得更加精细 你可以用模型瓦代替 在这里我教大家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定义为一个雪顶的材质 我们就拿这个定义为雪的材质 雪的材质 接下来我选中其中的一片瓦 一个屋顶 对它进行Polygon的处理 也是Mesh的一种 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Polygon 这样会稍稍的有点慢 转化为Polygon以后 对它进行 选中它的现成级 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按Ctrl加A也可以 全选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方法自选 选中它的现成级以后 在它的修改面板中的这一项 我会告诉他 Text Later 这一项 我们选中它的对话框 选中Setting 你自己去指定 会有三个对话框 将最下面的这一个数值改为0 以后 我们对它进行相应的增加线的段数 我们来看一下 增加按加号 它会增加了 而且会增加很多细节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你要细节更多的话 你还可以无限制的增加 但是你要考虑到机器的稳定性 也要考虑到 先我再加一个很大了 先我加这四个以后 我按着Go 将它四个已经 作为了很多面的一个处理 我再按住 选择它的面层级 按住Ctrl-A 也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笔刷的处理 在修改明明面板中的最后一项 under 绘制 deformation 绘制变形 可以选择appooch pooch 就是可以让它画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pooch的这个值 这个半径有点大了 所以说我要把它这个半径说小 大家再来看 这个是我pooch的 现在先来说一下这个 现在小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绘制的时候是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现在我们按住实际显示 加上模型 我们来绘制一下 点住鼠标左边不放好 我们来绘制一下 这样我随便拖载一遍 都感觉到 这个的强度是很大的 它绘制出来这么个东西 血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产生的 有凹凸 有凹陷的地方 有凸出来的地方 现在我们要改它的一个强度值 我们将它改为1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 有相应的 生成一些比较简易的模型 但是还是有点大了 0.5 还是大了 0.25 我们以倍数说放 这样就比较合适了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 我可以把笔刷改大一点点 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 我需要我的屋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稍稍的 有血的这种结构 然后我需要让它的这下面部分是 凹陷进去的 负的0.25 相应的对它进行一个凹陷的处理 这样可以 然后再让它起来 0.2 这个计划是根据大家的 大家对这个场景的理解 可以做一个这样相应的处理 对吧 大家会看得起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理 现在我们选择面层级以后 我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放大 我可以稍稍的拉一点点 为了达到很快的速度 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如何用笔刷 去把这个血的模型给制作出来 可以改成2 所以血是不规则的 我可以相应的进行一个制作 然后有时候会强度会大一点点 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吧 在这一个地方是教大家方法 这一章节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方法 然后图不平的血 画的不是很好 但是是给大家说明问题 负的0.25 让它凹下去 凹下去一点点 增加一些细节 目的是增加一些细节 这个也是 增加一些细节 那这个地方可以写的0.5 增加 在这个地方 我就以快速的方式带过 带过意识说明 它是使用方法 当然要做一个好的作品出来 肯定需要时间 我们就让它稍微都凸起来吧 然后这个地方凹下去 浮了0.3 这样做制作快一点点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顶上屋面 屋面顶上可以让它稍稍的凸起来一些 5.12 这个地方也是 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制作 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插线 因为它是我已经制作好的模型 进行一个Mesh的处理 我现在只演示一片瓦的制作方法 所以说在前景的时候 这片瓦就显得相当重要 现在大家会看到一个雪的一种感觉 像它附上雪的材质 大概附上雪的材质 雪稍稍的白一点点 不要过蓝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地面 在任何你需要柜子的地方 覆盖成重重积雪 也可以完成一个积雪覆盖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种方法 给大家说的 然后我们其他的就不一一演示了 然后把其他的这几个瓦片 全部附上积雪的材质 有点慢 稍稍等一下 选动它 然后附上积雪的材质 给点高光 给点noise 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 好 以上讲的是第一种方法 提示一点 笔刷拖动的时候 需要结合 就我刚才说的 下面的笔刷大小 及力度来控制表面的起伏程度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做屋顶的积雪 不会影响到屋顶边缘 与下面墙交界处的模型 大家也看到了 可以通过调节笔刷的大小 来控制需要起伏的范围 以及起伏的程度 小角 好 接下来 我对它的一些附带的小品 包括一些建筑的结构 进行一个雪的覆盖 我们先拿这个花枣来说 花枣上面需要覆盖上雪 来看一下 将其孤立出来 现在我们来先看一下 1000多 也不是很多 我们可以将其进行孤立 先把它进行分解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插件的使用方法 我们调开插件 现在这个电脑有点慢 大家稍微等一下 条本 有一个我们第一节课讲的表面生成雪的插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不点任何情况下的时候 先点中模型 然后点生成 然后将这个雪 颜色变一下 现在由于它的系统单位的问题 所以说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 让它少一点点 不要太大 少一点点 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不要过多的进行调整 nois 这个nois我们也进行调整一下 感觉都不要很奇怪了 相应的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不要让它拉扯太过一遍形 这个都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这个也不是很难 根据你要表现的东西 你相应的进行调整 就是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层雪给覆盖上去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头又继续覆盖 相应的这条进行调整 nois调整成2码 0.5 还有这下来点 有一点就可以了 哈 那雪也不是完全 那个你也要看情况而定 我们也不要说说 很多方法都是 都是可以行的 都是可以用的 油箱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有点感觉就行了 根据这样的一种制作方法 我们可以分别在该落雪的地方 将其落上雪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把它这个地方给落上雪 选中这个汽车 汽车表面上也要落上雪 这一粒 表面上落上雪 生成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会很大 这地方也不要过于担心了 可以将它的缝是调小 调小 将它的nose也调小 调小一点 不要很奇怪 有积雪的感觉就可以了 百分之百 还百分之五十 都没有 不可能 那个 是 像的 这一 political 就像的 咱们 有一双 就像的 一双 跟 一双 写 像的 有什么 我们 下 一双 这个是由于它的系统单位的问题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单独进行储存出去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很好 我可以稍稍的再次进行覆盖 首先覆盖的厚度写的0.01 0.1 0.1覆盖0.01 0.05 0.05凹凸度 四寸一 四寸一最终系统是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生存一下 深圳一下 调节 拼电键 弄外式这个地方 努力改善这个血的这种状况 肯定也不是太乐观 现在我们将它存出去 我们再次进行调节 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 大家可以先把它作为一个难点 先把它作为一个测 存在一起 先不管它 我们先看能够处理的东西 总有能够处理的东西的 最后能够处理的东西 这个上面给它 附上这个材质 先给它附上这个材质 木头材质 这个木头材质 我们可以给它给深一点点 看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